台南的二人溪的溪水暴漲 在關廟有一處民宅 一樓幾乎被淹沒了 而且水淹到 將近民眾的脖子這麼深 另外在後壁有四個民眾 被困在田裡的一處平房 由小艇前往救援成功 滾滾泥水淹過男子的胸部 阿貝手握腸杆穩住身子 清晨四點水開始進到屋內 然後大概早上十點的時候 整個高度從一米 然後現在直接看過去就是一米八 要進去就是要游泳 台南二人溪暴漲 關廟這位屋主的家一樓幾乎被淹沒 附近居民家裡同樣被淹 夾具全部泡湯 一旁田邊汽車幾乎早到滅頂 台南後壁的田裡汪洋一片 舊男人員出動小艇 將四位受困在平房裡的民眾救出 其中包含了兩位行動不便的 七十幾歲長者 並立刻將人安置到後壁區公所 你不要動不要動 舊男人員雙腳泡在水裡 將小艇往前拖 新化虎頭稀畔河水暴漲 導致一處工廠淹水 香檳艇上的一男一女 還有兩隻狗被平安救出 好扯喔 市區加油站被水淹過 簡直成了福島 民眾騎車經過半個車身都泡在水裡 加油站員工說這情況根本沒有人來加油 大雨侵襲台南多處傳出災情 信航民眾被成功救援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運 記得收聽楊文華台南報導 大奇芮 小伙子 小伙子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